今集帶大家去三間澳門人都推介的餐廳 再去疫情下新開景點 TeamLab打卡 大人小朋友都一樣玩得這麼開心 夜遊大沙巴 原來附近還有文青好去住 上集說到我們前一晚入住一個禁歐六峰的萊斯酒店 一起來就看到這個無敵大海景 心情也舒暢一點 走出去走廊範圍 看到太陽光灑下去樓梯 整間酒店的感覺更加典雅 如果想看房間的介紹可以按右上角 看看我上集介紹新景點 不過這間酒店都有個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如果要吃早餐就要去旁邊酒店 我們就不想吃酒店的早餐 所以這一天我們就一早出去找好東西吃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民生區 找一些本地的東西吃 因為剛剛跟司機聊天 我們本來想去附近的一間咖啡店 但他就推薦我們去這裡 金利在澳門非常出名 也有幾間分店 我們去的是蒂亭軒這間分店 這間之前 我的朋友的朋友都說好吃 剛剛跟DXC聊天的時候 他超級推薦這間餐廳 他說這裡的雜雞米很美味 大家叫我們一定要點 而且一定要加辣 所以我們點了三碗的雜雞米加辣 這個就是他們最出名的雜雞米 它就是咖喱雞 有些雜感 還有豬肉片 魚蛋片 還有魷魚 它的汁是充滿雞的精華 對 我建議你快點放進口裡 湯底本身很濃很稠 那米粉一夾起來的時候 就掛了湯 還有它的雞件真的很有雞味 口感豐富之餘 又不會被咖喱味搶了 絕對是澳門的名物 如果想吃西餐 旁邊有間叫comment table的cafe 我們之前本來打算在這裡吃早餐 因為看到留言都不錯 菜餐的樣子挺吸引的 雖然吃飽了 但我們也想進去喝杯咖 再享受那塊蛋糕 除了吃西餐之外 這間店其實還很大 它還有賣一些新鮮出爐的麵包 果醬 茶之類的東西 我們還點了兩件cake 一個是榴槤番茄 一個比巴斯克蛋糕 叫杯啡 食物水平也是正正常常的 是坐得挺舒服 可以好好放鬆一下心情 下一站我們就去威尼斯人 今次去一個也是疫情期間新開的景點 它正在威尼斯人裏面 就是team lab 1點之前入場便宜80元 所以我們正在跑去 我們現在就去team lab 但它就是威尼斯人裏面 威尼斯人你也知道地方比較大 所以也要有一點時間走過去 我現在就走得很熟悉 祖場的門票是188元 1點之後才入場的話 就268元 我介紹過的是日本的team lab 我還沒去過澳門 最初我以為都是那些東西 但原來這個是team lab 最大規模的展覽之一 有鎖塔的很好 好 哇 哇 我自己是第一次看這些室內場景版的team lab 我覺得它的場地是很大 所以做出來的效果是非常壯觀的 而且裡面好像一個迷宮一樣 這次在澳門的team lab 總共有19個打卡位 我看回其實我們也是去不完的 因為其實它裡面 它是有很多不同的主題 有些主題入口都頗隱蔽的 真的要大家細心去找一找 才會發現到另外一些神秘空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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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牆地方面都分了上下兩層 如果由高空虎嵌下來 有另一種效果 大家都可以試試在不同角度打卡 另外這個主題也蠻暗黑系的 我看到很多男士都在打卡 有些紙一粒粒飄下來 如果觸碰它就會好像在手上消失 很可愛 不要以為裡面只有打卡位 小朋友都非常適合玩 我也很想玩 很漂亮 下面有些光 哇 嘩 嘩 有音樂的 最特別是它會因為跳多幾下 雨就會越來越光越來越漂亮 是很特別的效果 好可愛啊 自己畫完是可以放上去的 不要笑別人的作品 這隻很漂亮 這隻畫得很漂亮 有這個在這裏 很漂亮 那有些項目呢 不只小朋友的 大人都可以玩的 簡直是燃起了大家的童心 啊 好可愛啊 好多東西吃 先吃 哇 哇 嘩 他怎麼跳啊 哦 好可愛啊 好可愛啊 哈哈哈哈 這些人就是專門在SIMS裡殺人的人 困住了一隻在這裡 永不超生 他們寵了一堆我們封住他們 這些人心地不好 很慘啊 你看 變了火 小人預知的音樂場變了殺人事件 威尼斯人旁邊就是巴黎人 大家可以去打卡 又或者再去賭錢 爛賭文青說要去娛樂場 要去賭場 哈哈 又去賭錢 一個小時後 這次再去挑戰這個很難 很難賭 很兇的美麗華 我們來到路環的黑沙海灘 這裡有一間很受歡迎的餐廳 就是美麗華 美麗華 美麗華餐廳是主打正宗的葡萄 無國菜的 我朋友之前都吃過這一間 他就是極力推介的 於是就是這個廚師炒 他試過很棒 還有就是這個葡式燒魚豬 應該就是小小的 那些 但是我們開心得太早了 Walk in成功不代表有豬吃 還假期你不是應該要多準備一點嗎 我覺得如果下次來訂位 可能要訂定魚豬才安全一點 我們又白來一趟 我們點了一個馬界的要求 這個是Fruit Punch一渣去點 幾個人分享 冬天這裡有一塊膠簾 就不會太冷 太大風 雖然吃不到燒魚豬 但是這兩樣菜式 都是我們非常推介的 哇 我的朋友說給你燒魚豬 他更加有印象是這個蜆 這個蜆我吃過真的很好吃 剛剛因為成功燒魚豬 我們選了這個是牛辣條 是嗎 牛辣骨 這個蜆汁是類似加了芝士 做出來的白汁 再加上蜆的鮮味 真的很棒 非常好 非常好 是喜歡的味道 三年前來這裡吃的味道 是可以舔完醬汁也沒問題 煮得相當好 你看看是很有彈性 之後呢 又有紅波防 好像半生熟 這樣看醬汁應該都很棒 這個牛辣條做得很香 很多肉汁 記得趁熱吃 攤冷了 就硬了 就不會太好吃 馬雞的要求都不太油膩 感覺是很足料 裡面有很多鱔魚絲 先試一下這個汁 朋友介紹給我 吃飯 這個汁是很濃 很鮮 很奶油 嗯 這個隱藏吃法 大家一定要預訂 很好吃 很好吃 這個炒蜆的汁 真的是靈魂 不用叫飯 點麵包吃 已經很夠了 雖然我們已經吃得很飽 但回想到香港之前 怎麼都要吃一頓甜品 我們就回到舊城區 這裡就是一間 當地人都很推介的餅店 這間就叫卡夫卡 環境都很型格 這間甜品店在澳門都開了很多年 很多人都喜歡吃 它被稱為 澳門的法式甜品秘組 我們這次選的餐廳 因為它賣相非常精緻 蛋糕 所有東西都很可愛 哈哈 他們牽扣不及袋 就這樣吃了 哈哈 OK 通常有些造型的甜品 都會很甜 但是這裡的甜品 絕對是適合飯後再吃的 我們就點了兩款 這個就是粟米造型 另外一個就是竹葉造型 大家猜猜它們是什麼味 噢 看到裡面也有爆菊 嗯 好可愛 它說成分有粟米 但其實不是很吃得出的 裡面還有一些爆菊慕 還有一些爆菊粒 還混合了一點點 焦糖拖肥 吃下去也很有層次 你看焦糖味是 挺濃的 外影的味道很合 很多外影 很多外影 因為它的斑蘭味很濃 它的組合很有趣 是用了斑蘭葉 用了意大利米 味道很輕 很配的 用了芒果和白香果 酸酸甜甜的 都是很有趣的味道 這個蛋糕的樣子 是非常之Igable 打卡 食用 一流 買個茶 燒製解禮 我最喜歡它的蛋糕吃下去 非常之輕 吃完不會太多 這個真的值得一讚 吃完蛋糕之後 走一分鐘 就可以到附近的文青熱點了 就是楓堂斜巷 以前這裡是華人天主教徒聚居的地方 裡面有一間教堂 專為麻蜂病人而設 日頭是很漂亮 非常之Igable 不過我們今晚來得太遲 當然拍不到美照 或者下次有機會我再來打卡 這間人池 躺婆仔屋 都會在封堂斜巷 再走前一點 亦都是一個文創空間 偶爾會有些展覽 裡面還可以吃T 再走多一段路 就可以去到大三巴 其實跟大三巴都很近 大家經常看的就是日頭的大三巴 但其實我覺得夜晚的大三巴 是更加有Feel 最後我們買賣手巡 又回香港 看夜晚這裡沒有那麼多人 夜遊帶三巴真的有個好處 不用再跟人迫 之前的手信譜是完全插針都插不進的 迷你市集 迷你市集 這兩輩子帶大家去到很可愛的地方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朋友記得留言 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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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